你好 欢迎收看2月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县长徐正卫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协同了李伟夫婚旗 由警察局长戴崇贤陪同之下前往了秀林的富士天翔派出所 保七第九大队慰问春安执行人员辛劳 也协助输运春节车流保障又路人安全 对于这些辛苦的远景同仁们至上最高的信誉 泰鲁阁国家公园位处于山区 气温偏低 天空不时降下小雨 县长徐正卫为了感谢警察同仁们付出 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让交通动线更加顺畅 并且在2月1号大年初一一早 县长徐正卫立委夫婚旗 并且前往富士派出所 田翔派出所 并且执政新春红包和虎年的新春福袋给咨询人员 为大家加油打气 我们代局长 还有我们林芬局长 林佑远 以及我们所有的护士的同仁 大家好 大家新年好 县长新年好 现在今天是正月初一 我们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 而这个天气也比较 今天刚才出了太阳 我想在这里有值勤的期间请注意安全 而大家都在这个欢度新年的时候 我们依旧要留级 而且要执勤 也要在坚守我们各交通 重要交通的这个方位上 这个对于交通流量以及交通顺畅 我们非常大的责任 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在新春期间的辛苦 感谢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警察局局长代理重先表示 欢迎订阅警察局在春节期间安排人力疏导春节大量车辆 并且维护用路人行程的安全 让民众在大自然回复神工的太魯格内 安心漫步 大年初一走春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 现在许正会感谢警察同仁们坚守岗位 协助输运春节车流 保障用路人行车安全 维持交通顺畅以及品质 现在许正会希望过年回到花莲的乡亲 能够好好充电 年后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加油 大家携手同心为花莲打拼 相信花莲今年会更好 将会是大丰收的一年 记得请订阅